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我是鍾敏寧 歡迎大家來看《聆聽主聲》 今天是11月17日 今天用的是針言的雜錦經文 題目是無債一身輕 很多年前有弟兄姊妹的家庭經濟出現了問題 債台高足就不知怎麽好 那我就設法搜集資料 看看可不可以幫助他們回到無債前身的地步 既然昨天已經說了負足與貧窮 今天又來個實際的取向 思想怎可以是無債一身輕 好了有幾點 我們要思想的 第一點 就是要定下一個計劃 將我們的開支項目 按重要性排列先後的次序 一定要使用的是什麼呢 是基本的需要 好像醫、食、住行 和醫藥的醫 品味選擇 我們 名牌 還是普通的呢 豪華的 要是經濟的呢 買新貨 要是買二手的呢 真言十三章第七節說 假作附足的卻一無所有 裝作窮佛的卻廣有財物 千萬不要買東西是為了面子問題 強壯附足 以車輛而論 我們要計算保險 保養 和燃油的價錢 這些是長年累月的開銷 不是一次過買了一輛車就算 好了 另外我們要問一下自己 下一個 是什麼的洗費呢 滿足欲求的洗法 即是滿足所有責任之後 我們有力量買得起的其他東西 聖經說 愛宴樂的必自窮佛 好酒愛高游的必不負足 即是針言二十一章十七節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吃的 有時候越吃越高檔 越吃越豪荒 消費就高了 而且對身體未必有益處 所以散吃劍勇 是有助於達到無債 一身輕的目的 養寵物也是同一個道理 如果養自己也養不到的時候 為什麼又要養寵物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考慮清楚 第二個步驟 就是三私而後買 房屋因智慧建造 又因聰明立穩 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 美好寶貴的財物 針言二十四章三至四節 房屋充滿美好的財物 其實是成家立室的比喻 需要智慧 需要聰明 需要知識 平衡輕重取捨 因為如果結婚 有家庭的時候 有兒女的時候 真的要平衡取捨 好了 問下一個問題 是不是需要的呢 廚房的電器款式 日新月耳 每款都是用實用來作賣點的 會用多少次呀 是不是符合聖經基督徒的道德標準呢 又問自己了 是不是合用而廉價 物比呢 是不是折舊率高又不耐用呢 是不是那些保養費用很昂貴呢 第三點 我們要停止用信貸去購物 有些信用卡是有儲蓄積分 可以當錢花的 是省錢的辦法之一 這樣可以考慮 是省錢的方法 但是信用卡要越越清才好 第四點 我們要做的是要養成有儲蓄的習慣 智慧人家中 積蓄保物高有 愚昧人隨得 隨得來就隨吞下 斟言21章第20節 連螞蟻 都要儲蓄過冬 第五點 嚴守這個十一的奉獻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屬的土產 但尊明耶和說 這樣你的倉房必有充滿有餘 你的酒詐 有新酒盈日 斟言三章第九和第十節 即作為對神的主權最起碼的見證 就是我們的奉獻 將初屬的先獻給神 他亦都要我們 還錢給我們的借貸人 不要犧牲應給神的 或借貸者的那一份 應從自己的開銷 剔除 省就省自己的那份 神是不會虧待 奉獻給他的人 另外 可以施捨幫助窮人 有詩散的 卻更憎恨 有論識過度的 反治窮佛 好詩寫的必得豐語 知潤人的必得知潤 這是針言十一章二十四、二十五節 即是神都鼓勵你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而神亦都會幫助你 除了這次之外 另外我們要上起 就是要善用我們的時間 生命中優先的第一件事是甚麼呢 是發展你和基督的關係 讀神的話語 祈禱 教會活動 和別人分享你和基督的關係 分享主裡的甜蜜經歷 其次就是 優先放在我們對家人的承擔上 對家人的承擔包括在教導神的話語上 第三就是我們養生的工作 服務社會 藉著這個服務的平台 可以見證基督 然後最後第四點 才是 一般性的社團活動 和我們自己的消遣 我們的時間分配就應該按著這個次序 好我們祈禱 我們的天父 你愛你的兒女 不會叫我們捉襟見肘 我們願意憑信心服從你的吩咐做個智慧人 當然我們中間有債務前身的 求你賜他們能力去 還清債項 可以心靈 興省地去服侍你 求你給我們 服侍人的機會 不論是地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奉基督耶穌的名祈禱 阿門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有能力 奉獻有能力幫助別人的 這個是我們的福氣來的 不要放過這個福氣 多謝大家收看 願祝福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靈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的通知 謝謝 諒靛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你們就等了